2021年10月2日 大天使迈克尔 保持造物主之光的金刚粒子 传导Ranovesen 译者扬声传导 亲爱的大师们 我们将回顾过去的一些基本课程 以供那些最近开始声称 他们今生拥有完整的灵魂意识 和自我掌控的人 我们所说的神圣呼吸 由正常的三维四维空气组成 这些空气由氧气和普拉纳组成 普拉纳是印度语中的宇宙生命力能量 这样电流流进并流过物理容器 然而它也包含造物主之光的金刚粒子 这些神圣粒子的数量和力量 随着你们达到的意识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赋予力量的无限呼吸开启了通往 造物主义是多维层次的道路 随着你们逐渐改变思考和感知的方式或方法 你们的内在视野会自动扩大 一旦你们打开了新的后门 无限呼吸的吸气循环就会穿过眼髓 并从头骨底部的扬升脉轮头部的后门出来 因为它向上扫入你们的灵魂之心 当神圣呼吸穿过你们的灵魂之心时 你们吸入的造物主之光的金刚粒子 被编成为整合特定数量的生命代码记忆种子原子 这来自你们的超灵高我 呼气穿过根脉轮并进入其中包含的昆达里尼种子原子 由你们的超灵高我监控 储存在根脉轮中的金刚粒子的测量部分 被添加到神圣的呼吸中 储存在根脉轮中的金刚光粒子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它们包含了你们当前神圣蓝图的编程记忆种子原子 这是你们前世经历的特殊才能 属性和品质 以及你们带来的疗愈和和谐扭曲的记忆种子原子 神圣的呼吸会移动回到物理容器的前面 并自动进入你们的水晶静点种子原子所在的身体 这个种子原子旨在磁化 整合和保持这些更高频率的光粒子 它可以称为集结中心 因为它直接连接到你们的圣心 然后金刚光粒子被吸入你们的圣心 通过你们的种子思想和意图被激活 这些编程的金刚粒子准备好被呼出到你们的十二射线造物主轮 以及整个世界 一个专门的部分也会向外流入你们选择的第五维度世界金字塔 和其他光置金字塔 松果体可以被称为大脑的炉光器 脉轮系统旨在将适当的震动频率磁化并过炉道身体中 这些震动频率由带有每个特定光线的属性 品质和美德的大天使调节 有一个复杂的公式由各种各样的频率模式组成 不断渗透到人类的经常 然后传送到身体内的线体和记忆中心 随着每次下载更高频率的能量 你们的理解和意识水平都会提高 一旦你们获得了你们的圣心 并激活了你们的太阳能量中心 你们的太阳能量中心内的零点或静止点种子原子 开始储存宇宙能量储备 当你们成为一个自我大师和一个有意识的共同创造者时 你们将获得无限量的金刚粒子 用于你们的创造性努力并与他人分享 作为觉醒的自我大师 你们被磁化的神圣白色宇宙或金刚粒子 必须不断循环 只有一定数量 适合每个灵魂在他们目前的开悟水平上整合的数量 才能储存在物理容器中 平衡必须通过射线调出到形式世界中 成熟的灵性不是一种无意识的体验 你们必须努力培养自己自足的神性 不断呼吸丰富的生命气息 呼吸造物主精髓的金刚粒子 通过这样做 你们将开始从生命之河通过第八脉轮 你们的灵魂之心和通过你们圣心的后门 接收灵性寄托 每个有自我意识的人都像一颗活的星星 能够根据他或他的意识水平接收和传送谐波频率振动 正如你们现在所知 这些频率被称为你们的灵魂之歌 你们是一个光点 一个充满能量的神圣火花 这个子宇宙是由一首巨大的天灵之歌组成的 当你们进化出深深而轻松的呼吸神圣气息的能力时 你们的意识将逐渐下降到你们的圣心中心 然后更深入到包含白火记忆种子原子的椭圆光轮曼陀罗 这是你们自己的个人神圣面相 是我们的父神母神上帝 这是你们可以汲取所有你们能容纳的神圣之爱的时刻 在这里你们开始意识到你们既是做梦的人 也是梦本身 正是在这个神圣的空间中 当你们努力将自己重新创造为我们父神母神上帝的太阳孩子时 你们将开始回到完整圣洁的旅程 这是注定的 它是你们的神圣遗产 请记住在第三第四维度的密度中 只有你们原形存在的一个微小的面相 第四维度包含星光层 它是通往第五维度的桥梁 三个较低的紫层次充满了大量的情绪能量碎片和广泛的不和谐频率 心理思想形式 第四维度是地球上所有过去时代人类大众意识信仰的仓库 第四维度还包含地球的灵性体筋场 你们被称为星际种子是有原因的 因为当你们回归自我控制时 你们将开始整合高度发达的结晶生命代码记忆种子原子的过程 这是一个新的先进的进化过程 勇于下一个即将到来的黄金时代 人类已经准备好在意识上实现巨大的飞跃 在每个人穿越时空的灵魂旅程的某个时刻 都会渴望回到更高的领域 一种无法否认的神圣遗产 首先 你们必须意识到你们的新的微妙声音 当你们开始关注灵魂的召唤时 你们灵魂的低语会变得更响亮更独特 当你们与人地点思想和行动的更高振动模式协调时 你们的感觉自然会变得敏感 最终你们将学会区分你们的灵魂家族 以及不同大师和天使存有的灵魂之歌震动 是的 人类正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 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进化过程 但是 请记住 这只是永无止境的螺旋的一部分 你们所有正在觉醒到你们的上帝意识的人 都经历了整个宇宙中各种各样的重大过渡过程 请大家注意 不能再让你们停滞不前 甚至停留在某个层次上太久了 时间和变化的过程太快了 你们的语言在变化 你们的思维形式不同 你们大脑中包含你们过去的旧区域正在逐渐被完善或溶解 所以以前发生的一切 甚至去年发生的事情都开始看起来像是一场模糊的梦 你们大脑的新区域正在被激活 你们必须学会以全新的方式思考 光包含信息 意义重大的全息图和神圣几何图案 将开始渗透到你们的意识中 你们必须学习如何破译它们 看起来好像你们超越的那些人不再理解你们 或者你们找不到语言来延续古老的世俗对话模式 你们还会发现 当你们开始通过心灵感应获取周围人的能量和想法时 你们无需将每个想法都用语言表达出来 你们的直觉能力会增加 你们不会轻易上当受骗 你们会以灵性正直的态度说出你们的真相 你们不会愿意参与过去的消极游戏 我们恳求你们不要执着于任何存在方式 任何一种模态或任何过于狭窄或结构化的哲学 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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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我们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因为一旦一个明显的真理出现 并且你们把它融入你们的信仰体系 它就可能被一个更高的真理或一个新概念所取代 回首往事 你们难道没有看到你们现在接受的知识 因为你们的绝对真理超出了十年前 甚至六个月前 你们最疯狂的想象吗 请注意 你们今天非常确定的许多事情 明天或再不久的将来 无疑都会发生变化 在灵性上 新的想法和概念正在轰炸你们的意识 起初模糊不清 但随着你们使用增强的推理能力来展开和解码未来的公式和发明 它会逐渐固化 当你们进入第五维度的更高层面时 你们将开始一起这个紫宇宙的创造蓝图的各个方面 包括保持一个纯粹的想法直到它实现的方式 以及你们协助实现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奇妙事物的方式 当你们穿越并超越时空进入光之领域时 你们中的许多人将开始看到几何形状 闪闪发光的水晶和绚丽的新颜色 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们 许多特别的特权将授予那些勇敢地站出来并声称自己的遗产的人 就是现在 当群众觉醒并呼喊帮助 解决方案 信息和鼓励时 我的勇敢的人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们 我们正在等待赋予你们力量 为你们提供超出你们最疯狂想象的智慧 能力和知识 你们看 你们的大脑总是以100%的能力运作 这可能会让你们感到惊讶 因为你们听说普通人只使用了大约10%的脑力 在1900年代中期之前 大众只能接触到大脑中 一些高约灵魂甚至进入了第六维度的入门级别 除非你们调到那些精细的频率 否则无法访问你们大脑的那些高级部分 目前的主要目标是将你们的振动频率提高到必要的水平 以清楚保护你们神圣思想和神圣之心门户的光之魔 以及大脑结构的第五维度水平 那时你们将真正开始在你们的灵性追求上取得进展 意识到扬升过程会有潮起潮落 周期性地 新的更高宇宙射线振动模式的巨大脉动 水平座时代的神圣蓝图正在轰击地球 中间有安静的时间 以免造成过在情况 扬升不是一个稳定的向前运动的过程 它是能量和新信息的突然涌动 然后是同化、整合和显化 在这个时候 许多感觉对你们来说似乎更明显 有时你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向未知领域迈出了一大步 或者在不确定性中倒退了一步 在其他时候 你们可能会感到一种更强烈的脆弱感 到现在为止 你们应该已经习惯了放大、加速的频率地潮起潮落 然而 当你们被推到更高的觉知水平时 它往往会在你们的身体、灵性和情感身体中引发不同程度的警报 是时候做出决定了 因为这是一个灵魂收获的时代 每个人都必须决定 当地球螺旋进入更高维度频率时 他们是希望与地球一起前进 还是移动到另一个已经返回到最初设计的光的光谱的第三第四维度行星 以完成他们在宇宙中的二元性和即性课程的领域 许多灵魂将选择离开地球 作为他们契约和神圣使命的一部分 许多其他美丽的灵魂被安置或准备好 担任权威和权力职位 他们将保持低调 也许会在幕后直到是时候挺身而出 让自己为人所知 他们将是充满能量的 有力的 并为人类带来新的愿景的人 这是一个将为所有人服务并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奠定基础的愿景 所以我们要对你们说 保持稳定 亲爱的们 这是寻求你们个人真理的时候 再次控制和统治你们的世界 记住你们是造物主的代表 执行一项名为人类和地球的进化的重要使命 接受你们作为共同创造大师的力量 整合并激活你们被赋予的那些潜藏在内在的天赋 如果你们已经被引导到我们当前的教义 并且觉得他们太难理解的话 请不要绝望 亲爱的 我们的许多光知识者不知疲倦的努力带来我们的智慧教义 这些教义通过许多终极层次来解决灵性的基本原则 现在是目前先进的宇宙教义 如果你们去寻找这些过去的信息 你们会找到你们自己的理解水平 你们可以轻松地从那个层次向前推进 人类的进化进程正如火如荼 并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 打开你们的思想和你们的心 亲爱的 拥抱等待住你们的神圣之爱光的注入 在我们一起迈向新现实的不可思议的旅程中 与我们一起沉浸在团聚的荣耀中 我们永远与你们同在 你们被最深的爱住 我是大天使迈克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